到羊右下角的地方了 牧羊先生吹牧羊哨 控制牧羊犬 讓牠從斜坡上面 把所有的羊結合起來 而且路向我們驅趕下來 斑羊的畫面很漂亮對不對 但是接下來重點來了 羊會不會衝過的頭 大家放心 牧羊犬比連羊烤得還要快 接下來大家仔細看 牧羊先生跟牧羊犬 兩個要來做配合 斜坡上有兩片路板 兩個注意到 牧羊先生要管控牧羊犬 讓所有的羊 盡量從中間通過 大家仔細看 這個在國外有在比賽 但是國外的比賽是帶兩隻牧羊犬 一左一右一前一後 全部的羊通過了 請大家一定要給牧羊人牧羊犬 掌聲鼓勵一下 真的非常非常的厲害 大家注意 現在牧羊先生要 騎著馬穿梭在人群裡面 所以千萬不要再走到上面逗留 請大家也是坐著欣賞表演 才不會遮到其他的期限 我們一樣下來 開始工作 看一下什麼分 分了一樣 看起來這邊有大概70次 七七龍學的樣子 請問